还在等吗 风卷飞沙 繁华落下 冰的天涯 你的温光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的是我都怀疑我 难道铭心刻骨的感受 不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的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被忘的是唯一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深解谈爱你的我 要怎么挣托 要怎么勇敢重复 天的是我 我说也是 大小姐呢 爹 我还在睡觉呢 干嘛非得叫我 你这孩子 没有规矩 赵大人送来天后给你的礼物 还不赶快谢恩呢 赵大人 这样 你们俩先聊着 我这儿还有点事 我先失陪一下 这是御花园里的兰花 天后御赐 喜欢吗 谢天后 对了 听我爹说 天后在文武百官面前 嘉奖了你 还升了你的官 厉害死你啊 是真心的吗 为什么不真心啊 怎么说咱们俩也认识一场 为什么不能叛逆点好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 绕了这么大一圈 原来我们 也只不过是认识 认识还不够吗 认识你我已经够后悔的了 莫勒呢 死了 顺便埋了 你还因为莫勒的事恨我吗 对我怨念如此之深 张兰芝你当时自己怎么说的 你说让我把她给活捉 后来结果呢 你自己却在背地里去偷袭 你 你要我解释多少遍 我没有命人放石头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 袁安 你胆大 爱冒险 是个有趣的姑娘 但我要提醒你 做事情要懂清楚 知分寸 我问你 那 那天你带去给我看病的那个老先生 究竟是谁 说了很多遍了 游医 可是叶大人刚刚说 他是你们家的一个远方亲戚 你和你爹 到底谁在属活 你不用急着回答 你看上去气色不好 先早点休息吧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你可以玩 但你玩不过王法 王法到底是谁啊 王法不就是你赵大人 赵兰芝吗 大理寺少卿 天后面前的大红人 赵兰芝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讲道理不讲情面 既然你已经这么冷漠 那出了这个门 大家就以后不要再见了 赵大人请过目 这便是当年慈恩寺采案的资料 证词还有圣上亲自批示的通缉令 都在这里了 赵大人 这个就是当年的钦犯 陈天书的画像 我知道 我知道 当年我在安南 得到过线报 追踪过他 可是当时被他逃走了 后来我来了衙门 事务繁忙 也没有别的线索 此案就搁置了 赵大人可是又重新获得了什么新的线索 这个可是当年的天字第一号大案啊 不过此案距今也确实有些年头了 也没有人再追查了 倘若是赵大人能够破坏此案 那便是大功一箭哪 月安 月安 我早就怀疑你背后有高人指点 可是你矢口否认 各种小谎小骗 我念你天真也就不往心里去 我也曾希望那人千万不要是陈天书 可是画像上明明就是此人 不会有错 月安 你好大的胆子 山贼你敢救 通缉犯你也敢藏 你跟我真的是冤家吗 不行 既然我已经见到 不能再让通缉犯跑了 陈天书 我一定要抓到你 好 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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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请到家里那个老先生 他到底是谁呀 现在这赵兰芝就在那大理寺任职 他专办那些陈年旧案哪 他今天无缘无故地向我问起了此人 赵兰芝也就是问您一句话 给您吓的 您是户部尚书官比他还大 怕这个干吗呀 你少跟我啰嗦 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 他比较蹊跷 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什么 他什么来历 爹 自从他从帝库里出来以后 他也救过我 也帮您出过主意 帮过咱们家多少忙 我就不说了 那一直都相安无事地 您追究他干吗呀 我告诉您他叫什么名字 有意义吗 李世民行吗 你这个孩子 这先帝的名讳 是随便能提的吗 开什么玩笑啊 你长几个脑袋啊 我不知道他什么来历 不认为你 但我感觉 他打我们这扶小 不行 我不能把他留这儿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他送走 谢莫杀驴过和拆桥的事 我干不出来 干不出来也得干 你 我可以去哪里 我不是没有 我都没用 他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帮你 我可以帮你 那我们感觉 你帮你把他 你们帮你帮你 我帮你我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的头疼已经许久未犯了 今日为何突然发作 过世 实不相瞒 刚才 朕做了一个恶骂 朕 朕 护驾 来人哪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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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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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护驾 护驾 想使陛下朝政繁忙 日夜操劳 精神紧张所致 护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事情 天后可还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在那场惨案中 国师救出了三藏法师的法体 这天书妖僧也被陛下下诏通缉 至今尚未归案 今日据此恩寺惨案 整整十九年了 国师的意思是 我今日只能替陛下暂时阵痛 可那悬案未决 天地有恨 是以梦境提醒陛下 妾要将那天书捉拿归案 以为冤魂 否则 陛下这病 原来如此 此案怎能放下 去 速速缉拿那天书和尚 陛下 十九年了 都没抓住此妖僧 如今是死是活都不可知 这朝夕之间 怎可将他捉拿归案呢 国师 你有什么高见吗 天后明鉴 我与那天书有着血海深仇 十九年来从未相忘 一直想方设法追寻其下落 就在近几个月 终于有了些消息 国师的意思是 你知道天书在哪儿 天后荣禀 明慧奉国师之命 一直在追查天书的下落 现在终于知道她 确切的藏身地点 她就在洛阳城之中 户部尚书 叶府城府中 叶府城 她有这个胆子 叶大人是否与此事无关 不得知 但是窝藏天书的 是她女儿叶远安 远安 她年纪尚幼 怎会进入此事 莫要多问 事不宜迟 搜查叶家 捉住天书 相关人等 若有包庇之邪 一并打入天牢 明慧 你确定吗 若天书不在叶府城府中 明慧甘受任何惩罚 只是 即便是陛下和天后亲自下旨 明慧并非官厂中人 又不带病 不敢担此中人 那本宫要让谁去办呢 明慧宝举大理寺少卿赵兰芝 是 传指赵兰芝 让她连夜真办此事 若一切属实 务必捉拿陈天书 是 天后有旨 卓 赵兰芝 即刻带兵前往叶府城府中 击捕案犯陈天书 赵兰芝 赵兰芝 这么晚了 你带这么多人到我家来干什么 我奉天后之命 来夜府搜查案犯陈天书 什么 陈天书 原来那个人是陈天书 赵大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 这样 我现在进宫面圣 叶大人 圣旨在身 不要为难我 老爷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要抄家吗 这又是姐姐惹的祸 又是原案给我闯祸了 给我搜 赵大人 赵大人 小心家层暗室 地板暗阁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还有 彻查夜府所有家眷的名帖 赵大人 这么晚了 这光临寒舍 不知有何贵干啊 刚跟夜大人通报过了 奉天后之命 搜查案犯陈天书 那你可能得白跑一趟了 你说的这个人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天后派我来必然有十足把握 因为我都知道他是谁 藏在那儿 你老是把他交出来 我以后在天后面见给你求情 那怎么办呢 既然你都奉旨了 那就只有请便了 大人 没有发现疑犯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夹僧暗室 地板暗阁 大人 夜府所有家眷名帖俱全 并无可疑之恩 大人 后后院的帝库颇有蹊跷 表迅 这儿 这是什么地方 我平时放杂物的地方 打开我看看 别人 我平时放下 我超过去 我平时放下 那些要离开 我平时放下 你快来了 搜 赵兰芝 大家关系那么好 不用这样吧 远安 我是奉旨班师 国法无尽 你不该不知道 搜 搜 快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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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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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里边什么都没有 只有几只猴子 他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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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在我们家这趟一宿了 天都快亮了 我们家早餐应该快做好了 要不然你留下来吃一点 我们家厨子做的馍馍可好吃啊 叶大人 既然府上没有搜到要饭 那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我回去一定并明天后 打消她的疑虑 也好 也好 我们走 爹 我都饿死了 我们赶紧去吃嬷嬷吧 你少说两句 月亮啊 你快告诉我 我知道你还没来得及把人送走 可昨天晚上这么多官兵来查 你把人藏哪儿了 爹 这事呢 您就别管了 我怎么都不操心呢 这么大的事 你快告诉我 把人藏哪儿了 吃点吃点 来 挺好吃的 这是什么吃啊 我吃 少爷 这是小人准备的碧螺春啊 你瞧瞧他 到底把人藏哪儿了 这 人在这儿了 老爷 这就是那个通缉犯 官兵没搜到 我以为是远安把他送走了 这这这 这现在可怎么办呀 老爷 远安 你怎么跟我讲的 你不是要把人送走吗 他怎么还在府里呀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在官兵面前已经晃一晚上 是看见他了吗 所以你说 还要哪儿比府里更安全吗 姐姐 我认你好久了 这事引导太大了 我 我不管 我现在就抓这个老家伙 去见赵兰芝 我告诉你 这老家伙他救过我命 你干过什么呀你 滚 放肆 他是你弟弟呀 你要把他 卧藏到底吗 我知道 你为了讲情义 够义气 但就是成全你自己 你太子死了 吾尼 你想过我们吗 你想过我们生死吗 好了好了好了 争什么呀 不就让我走吗 我走不就是了吗 小丫头 没事的 我这几年呢 也受了你不少恩惠 咱们俩就算两目相欠 我走了 再见 我送你 远 老爷 这 有 真之 酒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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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爷 这儿是什么人啊 这儿是叶府的家眷 打开看看 百度一会儿就来 沿这条河出去三十里 就出洛阳了 知道了 这包袱里有官文 还有一些银两 其他什么事我也帮不上忙 你实在没有什么落脚的地方 出洛阳三十里有一个万幸冠 那儿的掌门跟我关系不错 报我名字就好了 真知道了 什么变得那么啰嗦 我这人吧 就是不信别人只信自己 你也救过我不少了 还帮了我那么多 也交了我那么多 前几天你还说 人啊不能贪图在一起的缘分 没想到这么快 好了好了 世事无常 这世间所有的事都有定数 说不定那天又要江湖再见了 嗯 一定会再见的哦 嗯 嗯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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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啊 我这一辈子的所学 现在还没收个徒弟 将来有一天 能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我的心满意足了 真的呀 嗯 哪里逃 你怎么回来了 嗯 我若不认识你 不知道你有诡计 我就不会追到这里了 此人之前 果然被你藏在府中 如今又要去哪儿 我来了 就别作梦了 武功恢复了 天后赏赐了天山雪莲 制成的药物 谁救你的命你没忘吧 我 一马是归一马是 他救我 我欠他了 我 他是通缉犯 他欠朝廷的 赵兰芝你还真的是 没心没肺呀 让你走 放手 快走啊快点 放手 不 陈天书 你身上背着那么多条人命 十九年来你吃着下饭 睡得着觉吗 十九年来呀 我没有少吃过一顿饭 也没有少睡过一宿觉 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被冤枉 好 既然你是被冤枉的 去朝堂这把话说清楚 天皇天后自然会还你公道 这个世界哪有公道啊 十九年前没有公道 如今就有公道了 好好好 啊 疼啊 起步来了 好了 不过了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 知不知道有个词就好自为之 有冤枉好人怎么办 荒诞不尽 我求求你 你放他走好不好 求求你了 你怨我不想放他走啊 可是如果 罢了 语言说得对 我欠你一条命 今天就当我没见过你 那好吧 就当没见过 小丫头 你对我的情意 我倒记住了 永元 将活再见 看到没 看到没 他 床呢 所以就算你跟他打 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我知道 但即便打不过 我得试试 我得试试 玉安 我希望你清楚 我这么做 是为了您好 我并非你说的那种忘恩负义 心狠手辣之人 不然还会一个兵都不带吗 你不傻 都跟你一样啊 你不傻 你现在怎么办 回宫向天后复命 就说在叶府 没有找到陈田书 你要 撒 谎啊 齐君之罪 对不起啊 你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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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天后 臣奉旨搜查 户部尚书 叶大人府上 每一个角落 都不曾放过 确实没有妖僧 陈田书的任何踪迹 看来 此事我们是错过圆安了 本宫就觉得这是蹊跷 这户部尚书的女儿 怎么会窝藏妖僧呢 启禀天后 明慧郡主求见 她来得正好 让她进来 拜见天后 明慧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 本宫已连夜 让赵兰芝搜查叶府 并没有找到妖僧 此事 你怎么看啊 天后 明慧正是为此事而来 结果 并非赵大人所言 说 赵大人 领命前去搜查叶府 仍是晚了一步 我一直派人 监视着叶大小姐叶远安 直到后半夜 看到一辆马车 从叶府后门出去了 想必那陈天书 一定是被叶远安送走了 所以赵大人 和官军才会扑个空 郡主 不可胡说 赵大人 我只是禀报实情 也许是你办案时 有所疏漏 我补充一下而已 你有什么不同意吗 还是你隐瞒了什么 没有 没有 既然如此 此事你准备怎么办 机禀天后 此事有关吴皇龙体安危 还有十九年前慈恩寺惨案 叶远安确实窝藏了 妖僧臣天书 也只有她知道此人的下落 明慧以为 应该将叶远安收监刑部 严加拷问 必定能问出实情 那 那 如果你又错了呢 愿意向上人头保证 不会出错 好 明慧 本宫就再信你一次 此事 就交由你去办吧 郡主 你一再陷害叶远安 意欲何为 赵大人 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我怎么陷害叶远安了 我说的都是实情 只不过 你身为大理寺少卿 不得明察罢了 你刚刚说谎 叶远安并没有在深夜里 送走陈天书 对 不是深夜 而是在白天 就在你赵大人的眼皮子底下 把陈天书放走了 我顶多算是弄错了时间 而你呢 放走人犯 这是欺君之罪 我只说了他没说你 你怎么谢我 你跟踪我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办事不利寻思枉法 还问我为什么 别拦着我办事 郡主 远安若在你手上 有个三长两短 可别怪我倒是无情 赵大人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你来干嘛 你窝藏妖僧陈天书知情不报 你窝藏妖僧陈天书知情不报 我奉旨来抓你 这 这府里也搜了 这事怎么还没完哪 爹 人家是来找茬的 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抓我 看你又没有本事 小心点 小心哪 你先把案犯页元给我绑起来带走 你先把案犯页元给我绑起来带走 我先把案犯页元给我绑起来带走 行不大人 行不大人 郑主 我求你不要用刑好吗 行不大劳 叶大人 等令爱罪名一旦坐实 您就自求多福吧 您就自求多福吧 不用担心的 走 小竹子 小竹子 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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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老爷 爹 姐姐这事不会让我们被株连吧 老爷 老爷 爹 老爷 快去请大夫 快 是 姜大夫 老爷 爹 且慢招待 此乃刑部大劳 但凡出入 需有特批关闻 请问您有吗 我 我没有 那大人请回吧 听我说 我能有个主意 你跟我合作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把天书老和尚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也没听出来 这是什么主意啊 我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要是不同意呢 我就让你尝尝这个烙铁 我这人慈悲 就送你一块 不错啊 反正 最近正想闻身 找不着什么理由 还怕我爹骂我 你要落个疤呀 我还可以正大光明地 去跟我爹说呢 谁说要套你身上的 我要把它塞到你的嘴巴里 让你咽到肚子里面去 你还记得吧 叶远安 在霍都山 你是怎么把那些粗糙饭食 塞到我的嘴巴里 我现在这样对你 我现在这样对你 也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说不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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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说 我尝尝你长得比我好看 你看你长得又比我白 张嘴 眼睛又比我大 住手 我 赵兰芝 你是怎么进来的 明慧郡主 我有话跟你说 好啊 你们两个说话到我面 说不好什么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不回来 赵兰芝 你 是 赵大人 我很忙的 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我想请郡主还一个人情 我欠你什么 霍都山上 我曾为郡主挡过毒标 所以在这里我求郡主 审问可以 不要对月安动刑 替我挡毒标 那是你自愿的 算不上我欠你的 更谈不上还你什么人情 赵大人 我跟你一样 都是奉旨办事 所以请你不要把公事私事 混作一团 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月安 赵大人 赵大人 我想你误会了 我是公事公办 不是针对远安个人 请回吧 也是 郡主身份尊贵 又是皇亲国亲 兰芝的确没什么资格 和郡主谈条件 只能归仇于你了 只能归仇于你了 请郡主网开一面 你肯为她跪下 她到底哪里好值得 你为她这样做 你告诉我 你说 她在别人眼里 可能哪里都不好 可她是怨恩呢 可她是怨恩呢 你是个愿意 啊 棋卷等系天降迷 子念却肩口不提 长梦之中几番与你 目尘兴世 谁都相遗失不离 怎了却都转息 我迷惘你无奈 还对抗的爱有多荒荡 是谁在流言里唱一声 不敢曾经把旧夜话 夜话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飘荡在远世辜沉 趁你离去的遗憾 岂许能与你相认 岂许能与你相认 岂许能与你不虚此生 曾经把旧夜话 野话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曾经把这烟花 夜花踏山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